最终有像王媛媛 李盈盈这样的老将带着 年轻的小将也更加敢于去发挥了 遗传还是不太理想 这一球无功过往 小号球给到王媛媛打背飞 再组织 掉球非常合理 这个球有一点到四号位的时候有一点掉头 像陈伯源和王毅竹 陈伯雅和王毅竹这两个队员 也是经对目前为止重点培养的年轻的攻守 无度压得非常低 这球是抓了一个探头 要球又是要与死角 在第二局当中 其实开局 有大部分的时间是换上了天津队的小将 王毅竹跟陈伯雅的 但是 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且他也是很有实力 所以这张队在面对刚刚第二局的 那个局末的阶段的时候 只有球大概十分左右的差距 天津队是27比15领先的 篮网也是完全没有跟上了 主攻加进来之后 后二的那点就给忘了 自接自扣 对 自己的遗传没有接好 然后自己进攻去弥补回来 曾杰亚来发球 请打炸手